《新木乃伊》是环球电影公司推出的木乃伊系列影片的第四部 影片讲述死于非命的古代皇后尸身深埋于荒漠之中 然而千年之后,她却在现代世界中复活了 与她一同复活的还有满腔的怨恨 这部电影将拍摄时间设置在了现代 从黄沙飞舞的非洲沙漠到隐藏于地下的神秘地宫 再到面临毁灭的现代都市 影片将奇幻与惊悚融合 使用极富想象力的全新拍摄方式 引入了一个崭新的纵神与怪物的世界 影片最大的看点在于伦敦的毁灭 和汤姆克鲁斯与木乃伊公主的斗智斗勇 伦敦在拥有超强法力的木乃伊公主面前化为一栋瓦力 坚持亲自上场实拍动作戏的汤姆克鲁斯 似乎遇到了强大的对手 观众对这部纯粹架空历史背景的奇幻片期待值并不高 想要达到1999年木乃伊的影响力恐怕不是件容易事 越来越多的大制作电影将目光锁定在科幻 机械等未来元素上 西木乃伊却别臭心裁地将世界投向历史和传说 诉说一段远古力量来到现在的故事 成就了不一样的经典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评论 我们下一期再见 对 我们下期再见